距离升级的美俄矛盾,正在逐步演化成越来越大的危机。 乌克兰危机的发酵,中岛条约的并领破产,双方政治高层的对话缺乏,都已经成为了美俄关系难以跨越的鸿沟。 而相比较而言,俄罗斯方面的炼水明显更加严重,无论是在政治影响力方面,还是在经济影响力方面,亦或是常规军事力量方面。 在这种情况下,俄罗斯自然显得更为弱势,即便是在美国的高压之下,反击也是很难有力。 据路透社12月27日报道,俄罗斯总统普京,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指责特朗普正在通过威胁来摒弃中岛条约,这项有为关键的军备控制条约,且对即将到期的核限制协议,也十分消极地拒绝。 普京发出警告,称其为威胁性的军备竞赛,并表示,如果这项中程核导弹出现在欧洲,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而言,还是对这些欧洲国家而言,都不是一件好事,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,就是欧洲最后沦为炮盔。 此次俄罗斯的言论,无疑是表现出对美国行为的极度担忧,至于为什么,却也不难理解。 很大程度上,还是因为军备竞赛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。 目前,俄罗斯的经济在欧盟和美国的联手制裁之下,经济问题尤为严重。 此前俄罗斯还能依靠持续高价位的国际原油价格勉强维持,但是现在原油价格的回落,直接让俄罗斯经济,跌入到真实低谷。 在如此经济困境之下,俄罗斯财政能够维持就不错了,拿来的钱来玩军备竞赛。 而且美俄军备竞赛,欧洲才是直接受害者,美国却置身其外,俄罗斯如何开心得起来。 如果是美俄相互制约,那么,即便是军备竞赛,也是一个保持克制的过程。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,美国想拉欧洲来做炮灰,而自己却一点事情没有,俄罗斯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。 而更加担忧的是,从目前的趋势来看,中导条约,很可能只是一个起点,和限制条约,很可能也将难以维系。 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苏联,而美国却远比曾经的美国更强大,这决定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先天优势。 而如果俄罗斯真的进入了军备竞赛,那么,无疑是中了美国的圈套,紧从经济上就足以让俄罗斯财政扩产。 俄罗斯害怕进入军备竞赛,害怕因此被吞入冷战深渊,也害怕最后的失败,就是俄罗斯在美国步步紧低下的无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